我蠻認同那個光麗姐講說 外遇是男人的天性 我剛剛休息時間我也查了一下 有報導的確有講到 就是有人做了一個調查 是問男性 那問了一千個男生 就是你有沒有外遇的經驗 跟你是只敢想還是有做 那真的有外遇經驗的人 有外遇是指結婚 那才叫外遇 不是說劈腿 那那個一千個問卷裡面 有大概十七趴的人是說 如果還有誠實 這個報導我們假設是誠實 他用一千個人來代表 全部臺灣的男人 有十七趴的人是承認 他有外遇過 那不高 那剛剛就Vivi講 差不多兩成 那男人愛說謊 還有一半是說謊 那有七十五趴的人是有想 比方說我真的蠻喜歡Vivi 可是我不敢做 因為我結婚了 Vivi會抽一千塊 那剩下的 你還有八趴的人是怎麼了 就是你到底有還是沒有 還是他可能就回答不知道 所以也許這八趴的人 他真的有 他只是不想答 所以加起來 可能跟你講二十趴差不多 那對我而言 我旁邊看過有外遇的人的經驗 其實有男有女啦 現在其實男女平等很多女生 女生也外遇的人 對啊 對啊 然後甚至他也可以 因為外遇小孩都不要的 對 有時候男人不要小孩 這個好像大家都覺得很正常嘛 所以法院通常判給媽媽這樣子嘛 但是也有媽媽是為了這個小王 他也不要小孩不要老公啊 也是有 所以現在我們也不能說 男人就一定是 就是那個什麼 下半身思考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男人有外遇的 大概佔百分之十七 那Vivi認為是百分之二十 黃醫師認為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一半說法 一半一半 然後這個光麗認為 外遇是男人的天性 好 每個人 我想感受是不太一樣 觀察不太一樣 不過我再請教黃醫師 那女生外遇多不多 老實講我覺得應該也不少吧 只是男人外遇會升官 女人外遇不會升官啊 什麼意思 就是我覺得女人也是會外遇 但是可能沒有像男生這麼高調 以至於 因為女生更善於掩飾自己 隱藏自己 所以我自己看女生 其實可能真的也想外遇 因為如果我們抱怨 老公抱怨這麼多 旁邊有一個偽裝是更好的 或者是你還沒發現 他缺點的時候 你是不是其實容易被那個 你認定是好的的人吸引嗎 所以理論上這樣子 這個世界上來講 女生的外遇比例 也絕對是不低 你認為有多少 就我剛剛講的也是五十八 也是五十八 對啊 只是說女生你容易 像我們想男生是容易想 想他想成他就邪惡嘛 所以你就覺得說 他比例是高的 那女生你看他是因為你覺得 他在傳統框架那個框框之下 你覺得他比較不會外遇 但是事實上現在的女生 應該也不至於這麼理這個框架了 其實我剛剛在化妝間 我有跟那個佑嘉在談 我有個女朋友 他跟我一起在學英文 然後他到了美國去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老公有外遇 問我該怎麼辦 他常常在跟我抱怨這些事情 結果有一次呢 我跟藍文青 我們出去在玩的時候 我就問藍文青講說 Jennifer他老公外遇 那你看該怎麼辦 他跟我講什麼你知道嗎 把小孩給他啊 叫他回來啊 叫Jennifer把小孩子 丟給那個男的 然後叫Jennifer回台灣 所以我剛才在跟佑嘉在講 他很辛苦 他又要工作 又要照顧小孩子 然後還要去打官司 對 前夫還告我 對 在打官司 所以我說我們這些女人 都是因為受了中國文化的規範 每個太太離婚都要小孩子 其實是笨的 你應該把小孩子丟給男人 這個社會上 對於女性不照顧小孩的 斥責身 責備身 遠大於看到男生 不照顧小孩的責備身 今天男生如果不照顧小孩 去酒店 你們還會說 他喜歡的舌環 什麼好啊 沒關係 可是如果他不去酒店 不去找舌環 他不就有時間來照顧小孩 你並不會去指責 他怎麼會把那個時間 沒有把時間拿來照顧小孩 可是當我們女生 假如說去跳舞 去做這個韻律教室 去跟同學去插花什麼的 那大家就會說 那你有照顧小孩嗎 我們只要一打開直播 大家就問說 那你小孩在幹嘛 因為前一開直播 不會有人問他說 你小孩在幹嘛 你小孩誰顧 所以待遇是不一樣的 那黃醫師 當時你力爭兩個小孩跟著你 的出發本心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前夫本來就比較沒有顧小孩 而且那個比較是說 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一百七十五天沒有在台灣 這個都是法庭上的證據 你認為小孩不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對啊 那他就沒有在台灣 然後第二個 我們小孩是有生病 那我自己當醫生 當然是我比較會照顧 不是這樣嗎 怎麼可以把小孩丟給他 我也責無旁帶 所以我就剛剛在講說 幼家這樣就很辛苦 因為每個女人都捨不得 小孩自己懷胎十月出來的 以後是後母在照顧 然後不是 然後這個小孩子 你就割捨不下 但是如果你能夠割捨得下的話 把這個小孩子丟給男人 讓男人去管 他一個人的話 他可以再有第二 怎麼會一個人 我們會去找 我會去找另外一個媽媽來照顧 不是 對啊 找費用啊 對啊 就是說我們那個就不管 起碼幼家他現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第一個他工作上面 他很輕鬆 他賺的錢 可以讓他自己過得非常的快樂 最重要的 他還有他的第二孫 因為如果說你一個女人 在這個年紀帶著小孩 一般的男人他會有顧忌 那幼家他也會在想 這個男人對我這麼好 他要看這個男人 對我的小孩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會損失掉 他很多的機會 所以我才講說 現代的女性要改變一些思想 不要再被小孩子給牽判住 因為母子是同心的 就算你不跟他在一起 那個血緣是斷不了的 那我發生了出軌外遇 這個事情之後呢 我妹妹的一雙兒女 他們親眼目睹了 小莉阿姨的感情遭遇 成為他們的人生借鏡 我跟他們說像他的女兒 我就跟他說好好的愛自己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讀書 好好的孝順父母 讓自己成為一個卓越的人 那剛剛問的就是說 女人外遇的比例有多少 女人外遇比例在我來講 像我這麼傳統的 我是不可能外遇的 如果說要外遇 我覺得其實何必要外遇嗎 你如果想外遇的話 你就離婚嘛 然後你想幹嘛就幹嘛 你何必要搞這麼辛苦幹嘛 對不對 Vivin呢 妳覺得女人 我覺得女生外遇的比例 應該是少於5%吧 就5%以下吧 對 不到5% 對 因為我會覺得女生他多少 有可能是真的是我們長期下來的一個 教育的這樣子的一個觀念下面 我會覺得說在宜家 就是會相對來說 比男生還要更有責任感一點 宜家對這個家庭 然後對孩子的部分 即使是真的帶著孩子會很辛苦 可是其實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想要小孩 你根本就是沒有辦法劃出那一步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 光麗剛剛一直講 門當戶隊 你贊成嗎 我非常贊成 因為我覺得門當戶隊 他其實會有一個很大重點是說 你從小的生長環境就是這樣 那生長環境會影響到你的價值觀 以及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兩個人在一起 你們價值觀本身是有差異的 那你就會很難 可以在生活當中找到共識 然後對很多事情的處理方式 都會是不一樣 就會有很多爭執 所以非常的認同 門當戶隊這件事情 就好像蘿莉塔一樣 我覺得被男生有點瞧不起 對 對 所以我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我就覺得他很笨 因為他的男朋友是一個非常花心的人 他會非常容易就跟別人搞曖昧 或是跟別人劈腿 那正常狀況下 我們會勸這個女生說 你應該要分手 你不要再背他這樣子 就是勞力 對 然後也委屈自己 結果你知道他做什麼事嗎 我覺得他居然在保險套 就是真的是戳動 然後讓自己懷孕 逼得男友不得不娶他 也太蠢了吧 他太蠢了 因為他就覺得說 反正男朋友就是沒有要結婚的意思 然後沒有一個女人可以綁住他 所以他覺得我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把他綁住 結果綁住他之後 男生就因為有小孩 不得不跟他結婚 就變成婚後 他每天都在擔心他老公外遇 那我覺得你何必把自己的生活 搞得這麼的痛苦 然後這麼的焦慮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正常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女生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不要因為愛 然後想要把男人綁住 然後就委屈自己 對 你看差多少 黃醫師認為女生外遇應該也有五成 他認為只有5% 比較傳統道德的女性 天意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女生是 女生其實在內心裡面 其實你說外遇的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是有想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基於就是社會的框架 各方面進珠隆的一些限制 他所以其實被束縛住 可是萬一有一個帥帥的小王 可以touch到 其實長相也不是最重要 touch到他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其實他就被勾起來了 而且女生在外遇的時候 是比男生還猛的 他可以什麼東西都不要 男生你看 很多男生為什麼他外遇 但是他家庭還是要保有 女生就不解啊 你要外遇你就離婚 你出去花天酒地 不就是OK了嗎 可是因為有社經地位 或者是男生的這個狀態 他希望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他又可以在外面外遇 男生有個壞習慣 在外遇都會帶給兄弟看 就好像我買了一台新車一樣 就說你看 你看我家裡面 你看我哪一口子照顧小孩 照顧得多好 家庭幸福美滿 我外面又有外遇也顧得很好 男生其實會以這個為榮 所以這最蠢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女生他比較不會 因為女生真的是有愛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有愛的這個部分 男生有一部分是被外面的牽制住 把柄在外面 怎麼樣到時候搞得蠟燭兩頭燒 所以男生很多到最後 都不會有很好的下場 可是女生可能就會放棄 真的耶 遠走高飛 曾經有過那種飯局 是男生規定是要帶小三來 對 不是該帶太來 打球啊 還是什麼聚會啊 就是男生 對啊你沒帶被人家笑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